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其他方面 原油价格目前从57美元的高位回落1美元目前是在56美元左右 黄金继续维持在1270至1280之间 那么要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知道在上周五晚上下跌30%的比特币价格 在过去的24小时中从低点至高点最多反弹回去1000美元 目前价格是维持在6400至6500美元附近 对比昨天的低点平均上涨达到了800美元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就是说一下比特币昨天的疯狂反扑 以及A50的长久不衰 如果大家听我们早上节目的话呢 昨天应该知道啊 我们说到了比特币价格 因为是内部的分歧 导致呢 价格是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这也使得呢 比特币价格一度是出现了超过30%的下跌 昨天最低是到了5600多美金 但是时隔不到12小时 在昨天下午我们下班之前 比特币价格已经反弹至6400美金 到了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呢 一度是回到了大约是6800美金的范围 虽然在早上的时候又下跌回去 但是全天上涨呢 已经超过了15% 而且我在昨天对于我们所有发给客户的邮件中 也是唯一推荐的产品就是比特币 可能大家会觉得 之前我们一直是跟大家说 不要去这个参与比特币 由于它太过于波动 为什么我突然转变呢 那我要在这里再次重申一点的是呢 如果是咱们早上收听财经节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话呢 我本人对于普通的朋友 我并不赞成去热炒比特币 但如果呢 你是我们的客户 已经有了在外汇或者指数 或者是黄金石油等产品上的交易经验 那么你就应当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 对于这样的咱们说的听众朋友来说 那么我觉得呢 用少量资金去尝试比特币 特别是在重大机会出现的时候 是完全必要 而且是作为投资者 是完全应该掌握的一个基本技能 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产品呢 它都有其属性 有其特点 比特币呢 在平时一直上涨 这个时候呢 其实风险是相当之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像上周五这样出现 百分之三十的暴跌 一年不会出现过三次 我们在上一次见到比特币下跌 百分之三十是在今年九月份 中国宣布关闭国内的比特币交易所的时候 当时比特币价格呢 从五千美金暴跌至三千二百美金 但是过于根据过去比特币五年的走势来看 每一次比特币有超过百分之二十下跌的第二天进场 从后面来看都是百分之百到目前是稳赚了 也正是这个因素 所以我昨天呢 是咱们都知道呢 这个做投资啊 你永远不可能是精准到百分之百 永远只能靠大比例 或者说是一个概率问题 那么由于过去五年的历史 虽然说历史不能证明未来 但是历史起码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 在这么大的概率目前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我昨天就是强烈的推荐了看涨比特币 建议抄底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呢 就叫做它叫天赐良机 所以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进场比特币 那如果进场的话呢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请我吃饭 一个比特币 你最少赚了七八百美金吧 是吧 一只龙虾才多少钱 你怎么也得请我吃五只 当然了 如果以后我说的东西不好 那没问题 我请你吃饭 接着除了比特币之外 我们还要说一个今天 另外一个客户们经常问到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A50指数 我们知道A50指数从今年年初的一万点 涨到现在一万三千一百点 涨幅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很多朋友们会觉得奇怪 这A50指数怎么一直都在上涨呢 其实我也觉得纳闷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最近还在不停的涨 那按理说我们都知道呢 A50在明年五月份正式加入到了世界指数基金 那么按常理来说 在老外正式的买入这个中国的指数之前呢 价格一般不适合压的特别高 怎么也得控制控制 要不然的话价格太高 那别人买的动力就会少一些 但是呢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股市参层的往上涨 特别是A50 国企和央企为代表的这头五十家公司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这三千四百点破了上涨指数 下一个目标估计呢 就是在三千七甚至于是四千点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来看 A50回到一万五千点 也就是股灾之前的这个高点呢 本来我预计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 但是以这样的速度来看 很有可能将会在明年年底之前就达到 但是呢 从今年一万点到现在一万三 几乎没有出现大的回调 这其实呢 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知道呢 有了回调之后 反而有的时候让长期投资者能够更加安心 所以说呢 现在也是我内心也比较纠结 A50上涨这么多 万一它出现回调怎么办 那万一它不回调 就那么一直上了也怎么办 那么我们知道 那你如果做两手准备的话呢 有一种方法呢 就可以使用 就是现在进少量的仓位 每上三四百 甚至于五百点继续加仓 但是呢 依然是以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仓位为原则 或者说 当它回调五百点到一千点的时候呢 在第二或第三个平稳期后 再去进场 看涨 那么这个呢 都是长期对于A50的一种看法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热门话题中 调中就是说到了这个A50 刚才我们说到A50价格其实已经突破了一万三千点的关键价 那么现在的上一个上一个这个阻力价格就是2015年的高点 大约是一万四千九 一万五千点左右 从现在一万三到一万五差不多呢 还有近两千点的空间 这和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七 所以呢 这个价格一旦得到突破的话呢 我未来咱们也不知道A50将会去哪里了 所以说最好的情况 或者说稳健一些的话呢 A50是在回调之后再去上涨 这样比较好 那么现在一路往上冲 这样的走势其实还是让我们短期内有些担心 那么以上呢 就是GoMarkets今天的这个财经点评 今天晚上九点八点三十分的时候呢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通胀数据 到了九点钟 欧洲央行 日本央行和美联储主席将会轮流讲话 届时呢 今晚的货币走势将会非常波动 大家一定要小心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